這張照片是三年前就畫的 那時候在當助教的時候 我就寫說 因為那時候在想說 到底這個社會出什麼問題 然後我就在想說 這個社會出現了 我們環境不是被破壞嗎 那我覺得我們的社會 我們現在的人 對土地跟環境的倫理的價值觀出問題 所以我們的環境才會被破壞 真正關鍵是在這個 我們的對土地的價值 對環境的倫理出現問題 那要建立這個必須要有好的環境教育 不是現在政府講的這個環境教育 那要有好的環境教育呢 你要進行環境教育 要怎麼樣進行 那因為跟陳老師這些上課 我就在想說 我們在台灣 每次在講這個環境破壞 然後政府在推的環境教育 每次都講到北極熊 那石虎都不講 他就講到北極熊 所以我就想說 一個在台灣要進行環境教育 應該從在地化 你的互相的環境認識開始 因為人不可能為非所愛而戰 如果你連你自己住的地方 你的家鄉 你的居住的國家 你都不認識 你不可能為他而戰 所以我就在想說 我們現在過去因為我們的體制內的教育都是所謂的一條邊式的教育 雖然現在有一缸多本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那個都是在從上定下達的這種教育 他沒有辦法去圖顯你每一個地方不同 因為台灣很特別 台灣在每一個地方呢 他有不同的環境特色 因為台灣的環境的奇異度很高 在不同的環境特色 就像今天陳老師不是在講說 東北派跟西南派 這兩種不同的環境的特色就會影響文化的生成 所以他沒有辦法透過一條邊式的方式 讓你建立環境跟土地的價值必須要在地化 但是我們台灣最欠缺的就是在地的環境教育 我相信很小的時候你也沒有聽過國小的老師在跟你介紹你的家鄉的東西 以至於說你長大之後你對你的家鄉不了解 因為國小的老師的老師也沒有教他 所以他就不會 但是呢 你有在地的環境教育的教材 但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你對不同的年紀層不同的社會背景 不同的教育程度 你就要有不同的教學策略 不是嗎 你不可能把研究生的方式拿來當小學生嗎 接下來呢 到底這個接觸的時數頻度 譬如說山寧書院到底要上多久才有用 那個時數不是說你今天來沾一個醬油你就可以了 最後呢 就要去追蹤到底這個價值有沒有建立 然後這個價值建立才能夠 有土地跟環境倫理的這樣的價值 這是在三年前所寫的啦 所以呢 我在 因為這大杜山的這個十年的研究 那 就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不好意思這個是去學美語的 在哪裏你要學美語啦 因為為什麼要學美語各位知道嗎 因為我以前就是在四關學校的時候那個老師他不會教你學英語 他們認為說你只要會二十六個字母就好 因為那阿兵哥只要能夠四字就可以了 所以他的英文不是教我們很多啦 那為什麼要學美語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台灣的環境事件 可以講給外國人聽的話 那個政府才會怕 因為現在政府比較怕外國人 所以我都是學怎麼樣去講那個環境倫理 用英文去講 好 看一下 抱歉 我找一下照片 那我就在這個今年開始 其實我在對大杜山的環境教育 其實在畢業之後就做了很多 包括在度假的時候就對社區做了很多 但是我也帶了大杜山的這些國小的老師去認識大杜山 但是我發現教了從畢業到現在 然後在大杜山這邊推了很多的大杜山的環境教育 但是真正能夠讓他們能夠教都有困難 因為大家都是聽完就覺得 你講得真的很好 講完之後他們就下課就過來說 那我可不可以邀請你到我們學校去教 你們不是就來學 然後學到底要回學校教嗎 結果都會變成這樣子 那後來我在這兩年一直在思考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示範體系的老師 不好意思這邊有老師 我們示範體系的老師 被訓練成怎麼樣 被訓練成 因為我們的教育過去就是一個政府 他在控制社會的一個工具 我們示範體系的老師被訓練到 他必須要有課本才會教 你給他再好的教材 但是那個東西不是課本 他就沒有辦法教 然後因為我試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下定決心 我今年一定要編出一個大陸上的課本給這些老師 而且我要連那個學習單跟教材全部都要準備好 然後還要包括畫地圖 相思樹在你學校後面哪裡 然後還幫他做標籤 你這邊走了一公里 然後又趕快去休息了 你可以再想要你去看 我要做到這樣的程度 因為我們的老師被訓練成 他是需要有課本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的話 要製作這個不困難 因為我背課背了十年了 所以我就開始試驗 然後大陸國小 剛好就在今天我們要講的 那個大陸山的西南側的地方 然後我就開始進行這些課程 因為他們就有兩個班來上課了 那剛剛不是講說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嗎 那你對不同的年齡層 你就要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環境教育嗎 那我一開始就想說 你怎麼樣讓一個孩子 因為環境教育呢 它是一個價值教育 是一個情義的教育 它不是一個知識性的教育 它是一個價值的 那你要怎麼樣帶這些小孩子 然後進入到這個 甚至於他能夠去反省 現在社會所出現的環境議題 那我就開始回想說 十年前這些老師告訴我什麼 第一個當然是觀察嘛 我就開始做觀察 就是讓他們去做觀察 然後呢 我在上個學期的時候 就會以 以觀察為主 以觀察為主 然後在下個學期的時候 再進入生態的地質地形 森林結構環境因子 再進入到所謂的環境破壞的環境 那觀察就很重要 我必須要把他的生活的經驗 連結過來到環境生態 生活的經驗很重要 因為今天你在聽 陳老師跟楊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 如果你不是到戶外的 你沒有登山的 你沒有常常在看這些自然生態的 你會接不上去 什麼叫做田庚子草 我只有吃過甘蔗 然後什麼田庚子草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你沒有辦法跟講者的東西可以扣起來 所以我必須要把小孩子的經驗 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東西要能夠連結 所以我當然是先講種子 或者是一系列的 種子當然是用一個比較小朋友 可以聽得懂的方式 各位小朋友好 大家好 老師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植物的種子 不要小看一粒小小的種子 每一粒種子都是小寶寶 小寶寶就是胚胎 有句話說麻雀雖小 麻雀雖小 五丈俱全 同樣的植物的種子 大部分具備了植物的根莖葉的基本構造 跟組織 這些我就不講了 我就以官豆跟花生 給他們來看 為什麼 看起來官豆跟花生是你平常吃的 吃的食物 那它跟我們現在講的環境價值到底有什麼關係 當你看到花生跟官豆你平常看的東西 它有一個實體的東西可以做連結 接下來我就把大杜山 後山的這些原生特有的植物的種子給它看 你如果一下子 拿一個台灣的原生種 或是特有種的植物的種子給它 它不會有興趣的 它也沒辦法連結的 它就透過它的生活經驗 你跟它講的東西 它才可以有辦法連結 然後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不用靠政府 所以我就去講給福人社的幾個朋友聽 然後他們就說 你要做福人社全部支持你 你將來要印課本福人社支持你 他們就先丟十萬塊來做 要幹嘛 我先給它看豌豆 先給它看花生 它有一個概念的認識之後 我給它看 我告訴小朋友 小朋友這後面有原生種 有特有種 這是你們家鄉的森林 原始森林的物種 他就知道了 然後給它看 然後福人社給了這個經費 我就在大度國小做了一個檢疫的往事 小朋友 我去後山採的這個種子 不是去 因為我們現在一般對這個所謂的種樹 其實或者造林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你可能物種可能是外來種 你就算同一種東部跟西部的物種的基因 又可能不一樣 你懂嗎 同樣是張樹 原生的張樹在西部跟原生的張樹在東部 它可能不一樣 它的基因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我就把大度山這邊殘存森林的植物的種子幹嘛 給這些小朋友呢 給他們看 看完之後 讓他們用一個苗盆去發芽 然後我要讓他們看著他的孩子長大 然後讓他們照顧一年 我告訴這個校長講說 校長明年我們辦一個畢業典禮 讓每一個小孩子把他種的樹 種到他的後山去 因為這個種源是來自於原始森林 培育的苗木呢 又回到原始森林旁邊被破壞的地方 那他的基因有沒有被污染 沒有 那這個叫做在地總員在地富裕啊 那我就告訴校長說 你看看這些小孩子幾歲 十一歲十一歲十二歲 那些小孩子到他有投票權的時候要經過幾年 八九年耶 你知道反核反了二十三年耶 如果說佛小五年級就開始跟他講說何能不好的話 八九年就成功了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你今天在 為什麼說對小孩子的教育你看起來好像很慢 但是時間過很快 一個反核或者是一個環境運動 一過就是十年二十年在進行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要保護一個地方 或者是從地方連結在地戰鬥能夠連結到其他地方 讓大家都能夠對自己的土地有感情 不會發生到現在我們的環境這麼的惡劣 所以我就跟校長講說 明年我們的畢業節禮呢 如果我們讓每個小朋友把他的樹種在他的家鄉 他的後山 你相信這個孩子他十年之後會回來看他的樹 會 你相信二十年之後他可能選上民意代表 或者三十年後他變成台中市市長 或者是他可能變成總統 他會不會愛他的土地會 那我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做這樣的事情 那在做這個呢 必須要這個是對孩子的 要變成一個課本 然後我剛剛告訴你們就是 這個課本是你看到我在大陸國小教這些孩子 我不是要教孩子 我寫了這個講稿 寫了這個課本 就是你剛剛看到那些文字的敘述 是將來可能會變成是在地化教材的課本 那我到第一線去帶這些孩子 我要求老師要在旁邊 因為我是在教老師怎麼帶孩子 帶孩子做自然 或者環境教育 那因為今天早上老師他們在講那個 地質地形 應該講了很多 那我們把它轉變成 你現在看到的摺頁 是讓你能夠直接進入到現場 能夠做解說 能夠做解說 而且能夠叫做看圖說故事 如果我們每一個 我們能夠對我們自己在地的家鄉 自己也能夠按照這樣的方法 去做一個這樣的一個摺頁的時候 你可以講給別人聽的時候 那就是很成功了 為什麼今天一個環境教育 或者是生態解說 它不是像這樣子 我們今天講完你錄音錄好 然後你把它背好 然後你就可以講 不是它必須要你去做實際的觀察 實際的了解 實際的認識 然後內化成你自己的時候 你再去講給別人聽 那因為它是你的家鄉 就好像我在大杜山這邊做了十年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時候 我不用備課了 因為如果我去你家做課 你為了要去介紹你家的這些東西 你需要備課嗎 你今天要跟朋友講說 你知道這個 這是我在三年前畫的這張圖 這個是怎麼樣 你要跟他介紹的時候 這個是不用備課 這叫如蜀家珍啊 所以你能不能夠對自己的家鄉的環境 能夠認識到非常熟悉的一個程度 當你要進行所謂的解說的時候 那個是一種發自內心 然後一種經驗的分享 經驗的分享 那這種教育 這種解說才會有靈魂 那我先講一下地形 大杜山 那今天也講到說 其實最好的這個台東盆地呢 是很適合作為台灣的首都啦 那為什麼 因為大家這裡有好多的這個 所謂的軍事的防線嘛 所以呢 你知道大杜山的北側這個是清泉岡機場嘛 對不對 南側這個地方叫什麼 成功嶺 那為什麼成功嶺會設在這個地方 成功嶺不是隨便亂找地方的 不是隨便亂找地方的 你看 今天如果真的是發生戰爭的話 那個敵人一定是打中部 一定是打中部 因為他可以把你的兵力切成南非兩段 然後再把你各自 把你千面掉 所以你的力量就會 被分成兩半 那他今天要打這邊的時候呢 他要怎麼樣進入到台東盆地 他可能越過大陸山嗎 你知道越過大陸山的話 從那個中港路的話 那是養功啊 養功要5倍的兵力啊 你光架個機槍就可以把他掃死了 所以他不可能從中港路上來 從中紀路上來 那他必須沿著大渡溪 就是烏日這一段 然後進入到盆地這個地方 才能夠取得控制權 所以軍隊 敵軍他打到把台東港拿下來 如果台東港失守 他一定會順著這個地方 進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呢 大陸山南側跟八卦山 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軍事要商 因為這個地方守不住 台東盆地就守不住了 所以城東盆在這個地方不是隨便的 城東盆這個地方叫做重兵部署 這個是一個軍事要塞 那這個是題外化 那大渡山呢 我們看到地形 看到地形最平坦的是在清泉岡基地 然後我們順著這個林線 就是從清泉岡基地上來 到了都會公園這個地方 這個是都會公園 順著這個林線上來 到都會公園這個地方 北側這個地方有一個營區 那他最高的地方是在營區裡面 營區裡面一個點 三角點是313公尺 大渡山最高的點 313公尺 然後有些那個登山客 他登了這個百月之後 他覺得 還想要挑戰就去找那個三角點 有沒有 就是尋那個三角點 然後去跟他拍照 然後很多的登山客 為了要爬大渡山 找這個三角點 都是敗姓而歸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三角點在營區裡面 後來呢 這個營區也順應民情 順應民情 就把這個三角點拔下來 放在這個地瓜田上面 如果有住在中部的 你下次要去找這個三角點 大渡山最高點 他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在這個地瓜田旁邊讓你拍照 你就不用偷偷跑到營區 可能還會被衛兵打死 好 那這個是最高點 那這個營線呢 一直往南 往南就經過了 就是東海結束這個地方 然後下來 下來過來這邊就是所謂的旺高寮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坑谷的地形 然後這邊是成功嶺 然後一直下來 然後這個當然是今天講說 這個是清水海岸的清水斷層 清水斷層 這是超龍谷斷層 這是台中盆地 這個是清水海岸平原 那這是大渡山的基本的地形的構造 以一個這樣一個地形跟生態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今天你要了解你家鄉的環境生態 你先要把環境因子搞清楚 第一個是地形 一個地質 接下來是氣候 我現在講的是地形 地形 等一下 我們從地形裡面 再接著地質就會講的會比較順 然後 好